诶 这件 这件事故 是发生在今天早上11时50分的时候 在我们本乡的国道3号南向191公里河美入口闸道 那是一部营业大货车 其实在闸道的时候 装载的货物一是没有稳妥 然后导致脱落 然后该车车上的空瓶空酒瓶子 掉落在闸道上面 那经过我们远请到现场处理的情形 那我们依道路交易款车条例 第30条一项二款装载货物 飞散散落掉落 除以罚款3000到18000元 那这边在此呼吁各用路人 如果你车有装载货物的时候 务必在行车之前先行 检视一下货物是否已经有装载稳妥 再行上路行驶高速公路 以确保我们用路人的安全 我们下车车转发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